《月亮》 要问白羊店有多少伟地 不知道 每年出多少伟子 不知道 只晓得 每年芦花飘飞 伟叶黄的时候 前店的芦苇收割 剁起剁来 在白羊店周围的广场上 就成了一条伟子的长城 女人们在院里 厂里编着席 编成了多少席 六月里 垫水涨满 有无数的船只 运输银白雪亮的席子出口 不久 各地的城市村庄 就全有了 花纹又密又精致的席子用了 大家争着买 好席子 白羊店席 这女人编着席 不久 在她的身子下面 就编成了一大片 她像坐在一片 洁白的雪地上 也像坐在一片 洁白的云彩上 她有时望望店里 店里也是一片 银白世界 水面 隆起一层薄薄透明的雾 风吹过来 带着新鲜的 荷叶荷花香 但是大门还没关 丈夫还没回来 很晚 丈夫才回来了 这年轻人不过二十岁 头戴一顶大草帽 上身穿一件洁白的小褂 黑单裤卷过了膝盖 光着脚 她叫水生 小伪装的游击组长 党的负责人 今天 领着游击组到区上开会去了 女人抬头笑着问 今天怎么回来得这么晚 站起来要去端饭 水生坐在台阶上说 吃过饭了 你不要去哪 女人就又坐在席子上 她望着丈夫的脸 她看出她的脸有些红胀 说话也有些气喘 她问 他们几个嘞 水生说 还在区上 爹嘞 女人说 睡了 小华嘞 和她爷爷去收了半天虾篓 早就睡了 他们几个为什么还不回来 水生笑了一下 女人看出 她笑得不像平常 怎么了你 水生小声说 明天我就到大部队上去了 女人的手指振动了一下 想是叫为梅子划破了手 她把一个手指放在嘴里损了一下 水生说 今天县尾召集我们开会 假如敌人 再在童口安上据点 那和端村就成了一条线 店里的斗争形势就变了 会上决定成了一个地区队 我第一个举手报了名的 女人 女人低着头说 你总是很积极的 这一年秋天 他们学会了射击 冬天 打兵夹鱼的时候 他们一个个 蹬在流星一样的兵船上 来回警戒 敌人围剿那白请大尾堂的时候 他们配合子弟兵作战 出入在那芦苇的海里